首先我们先找到想要套用这个材质的外卖盒 那这个外卖盒呢 它总共由三个物件所组成 所以你会看到在右手边 它有这三个元件 那我们想要套用在其中一个的时候 在它前面的这个地方点两下 就可以进来 那你可以找到你想要套用的材质 或是想要套用的图片 从这边丢进来 或者是从这里底色这边找到图像 由这个地方找到你的图档 那么假设我想要套用这样的材质 按着它丢到这边来 不能丢到这边 丢到这边会变成像logo一样 还贴上去 所以我们丢到这边 它就当作是底涂来用 可是我们套用进去之后 你会发现 我原本只想套用在这里 可是这两个地方却也跟着一起套用了 还有下面的 那这个是因为它的材质是联动的 我们怎么知道它的材质有联动呢 当你点显进来之后 如果你发现 在这个地方 它有这样一个连结的符号 就代表它这个材质是有联动的 那我们可以先还原一下 我们来把这个联动先关闭 关闭了之后呢 再重新进来 一样点到这里 把你要的材质丢过来 这个时候就只会套用到 我们所选定的这个核套上面 那其他的部分也是一样的方式 底盖跟顶盖 你如果需要点进来 我们再找到适当的材质 把它套用进去 这样就可以了 OK 那如果你还想套用logo到我们的 餐套上面的话 你也可以进来之后 找到你想要的logo 在这边 或者是从右手边这边 然后去找到你的图档在这里 都可以 那我现在先用内建的 好 那我们按出去的 可以把它稍微调整到适当大小 摆放到适当的地方 这样就完成了 所以呢 如果你下次再遇到这种有联动材质的时候呢 就可以透过刚刚的方式去把它连结 把它取消 这样就可以顺利的把材质贴上去 那现在呢 我们利用右上角这一个 就可以在你的画面上看到最后的结果